家禽类被斩走后身体依然可以活动几分钟 有的昆虫或动物没有了心脏或头部依然可以活上数十天 甚至有些顽固的生活了18个月 今天我介绍的是为你带来五个死后还能继续存活的动物 一只断了头的苍蝇可以活上十天左右 而且它们的平衡状态会比普通的苍蝇还要好一些 苍蝇的进化角度等级较低 它的脑只是一个稍微发达点的神经节 并不能完全控制整个生物体的代谢 但还有一定的协调能力 当它的头被切下来时 脑下部的神经节可以继续控制生物体最基本的生命活动 它们的感官系统不是在脑部而是在肾脏 没有头的苍蝇依然可以感觉到光的方向辨别位置 另一位难以置信的是 一只雄性的断头苍蝇仍然对性行为有着极大的兴趣 但是普通的雌性苍蝇不会对它们的行为买单 2014年来自中国的厨师在料理泰国眼镜蛇时 遭到以断头的眼镜蛇咬死 厨师已经将蛇的头部剁去 随后丢进垃圾桶 在他第二次进行丢弃动作时遭到断舌头反咬 蛇毒即刻注入 厨师体内快速扩散 随后有救护车赶到 但厨师已经死亡 医生表示 他的呼吸系统已被毒液瘫痪 蛇是爬行动物 全身的神经分布要广得很多 也就是说 很多动作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指挥也能做得出来 所以即使头断了 身体温然 能扭个几分钟 甚至几小时 细巴代谢慢的好处在于 即使没有血液供应 神经细胞一样能活很长时间 因此即便是头和身体分开的情况下 蛇的头部或身体都在感知这个世界 蛇类专家说 蛇头能存活一小时以上 若天气较冷 三到四个小时的蛇头还会咬人 看到死蛇 也千万不要接近 说起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古老历史生物 蟑螂无疑是大多数人会想到的可怕小昆虫 它们从恐龙时代活到今天 可见它们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 打不死的小强 这个称号不是白教的 蟑螂被砍下头部以后 依然可以活几个星期 理论上可以活90天 蟑螂不只是身体活得下来 被切下来的头部功能也还在 触角会继续来回摆动数小时 直到没力为止 如果给予头部营养补充与低温保存 时间还可以再延长 蟑螂的胸腹有三个神经节点 这意味着没了头部的蟑螂 身体以下还有三个脑 神经系统可以继续保证工作 没有头的蟑螂或许令人毛骨悚然 但却有让人羡慕的超强存活力 蟑螂是一种神奇高智商的生物 除了能学习 还能感受恐惧和计划事物 蟑螂的爪子就是一种逃生工具 遇到天敌 它就会自己弄断一个爪子 然后逃跑 过些天还会长出来 蟑螂具有脑以及丰富的神经系统 所以会有痛感 被斩首后的蟑螂不会马上死亡 剩下的爪子都有独立的神经系统 所以在日本或韩国活吃章鱼时 章鱼每分每秒都在感受剧烈的疼痛 剩下身躯的章鱼还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它们的爪子能堵住人类的呼吸道 造成性命危险 有研究指出每年有6人因为活吃章鱼而死亡 也有很多组织号召大家不要活吃章鱼 观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 这些动物最多只能活上90天 觉得不算数 这只公鸡绝对能颠覆你的想象 公鸡名将麦 它被斩首后居然能继续存活18个月 1945年9月 美国克罗拉多州市的农夫奥陈准备将5个月大的公鸡作为食物 但他处理这只公鸡后 这只公鸡居然没死 依然活蹦乱跳 因此奥陈决定永远照顾麦 他通过第一眼药学的小瓶 以牛奶和水混合物抚养麦 中间也加五股类 没有头部的麦依然能克制平衡 有时还想整理羽毛 它也会基地 但只能从喉头发出微弱的声响 麦的体重也在不断的增加 无头期的消息在城镇传开 民众纷纷想到此看麦 美人必须交25美元的入场费用 他的主人奥陈因此赚了4500美元的生活费 1947年3月 麦因为年夜阻塞死亡 五件小事会在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傍晚更新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